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年开花的牡丹 多壮观 多漂亮 牡丹花真是国色天香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一大丛牡丹 这是我种了第三年第一次开花 前两年因为是春天种的 所以没有开花 但是今年真是盛开了九个花苞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好像还有一个 在底下 九个 没开的这个 最大的是这个 多漂亮 这大牡丹 牡丹呢 实际上牡丹和勺药都属于勺药科的 呃 我们有的朋友经常牡丹 勺药分不清楚 实际给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从叶子上来说 这是牡丹 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牡丹叶子 这是勺药 大家能分出来了吗 这是勺药 勺药的叶子是这样的 细长的 而牡丹呢 实际上一片大叶子里面分叉 这是牡丹的叶子 再有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啊 牡丹呢 是木制的 说白了 西人把它叫做翠 牡丹就是牡丹树 而勺药它们就做 叫做牡丹 实际上它是草本的 大家可以看了吗 勺药呢 每年冬天的时候呢 入冬之前 骑着地面 把枯黄的枝条剪掉 就可以了 第二年就发出来了 而牡丹呢 不用管它 它本身是木制根 枝条也是木制化的 所以不用管它 当然你要如果说做些保护 也没问题 牡丹和勺药有个共性 都是喜欢阳光的 一定要阳光充足的地方照射 现在我这是早上九点 阳光就开始照射了 一直照射到下午三点四点 所以才会开出这么多的花 你如果想要种牡丹 而且开出来很艳丽的花 最少要每天六个小时的日照 这是必须的 牡丹呢 开花之前要洗肥 你要给它买一些牛羊粪 甚至鸡粪 定期的一些水溶肥 一个星期浇一次 就足可以了 牡丹呢 是肉质根 和勺药一样 所以不大喜欢水 你不能像浇绣球的一样 天天给它浇 一个星期浇一两次 就足以了 哎呀 真漂亮 大家还记得那句话吗 唯有牡丹 真国色 花开世界 度京城 真漂亮 再看这一朵 现在很多朋友家的牡丹 都已经盛开了 牡丹的花色当中 最为珍贵的是什么颜色呢 如果您有 就 好好地珍惜吧 是绿色和黄色的牡丹花 绿色的我很少看到 但是黄色牡丹花 还是经常能够看到的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见过最大的牡丹呢 牡丹啊 木本的牡丹 这个花头得有20厘米 这是我的手 大家能看啊 哎 所以说花中之亡名不虚传呢 等了三年才开花 买的时候九块九毛九 你看每个花宝都很大 多漂亮 牡丹呢 一定种在向阳的地方 六个小时以上的阳光直射 这样的话才能开出花 但是你心中的牡丹呢 基本上两年三年不会开花 但是这两年三年 你肥水的要给足 辛苦总是有所得的 所以看看三年之后的牡丹 这花 跟这旁边的灯对比一下 就知道它多大了 漂亮 漂亮 真是国色天香 真漂亮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观看我的频道 谢谢 今天的小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好